您好 请问您是严经理吗 您是 我是分部 派来辅助您工作的 我叫行耀 您叫我小行就行了 车子就停在外面 我们要不要先送您去酒店 不用了 咱们直接去要考察的公司吧 行 严经理 听说您在上海待过好几年 原来在上海读了书 然后也工作了一段时间 那这么说的话 这也算得上是您第二个家 是啊 有太多回忆了 您好 我们跟沈总约过来 好的 先稍等 沈总 这里有两位客人找您 行 那你先带进来吧 你行啊 猴子 找人前期了都不告诉我是吧 什么前期 投资人提前到了 您要不赶紧准备一下 准备什么呀 颜耀晨在门口上 是吗 前台你还跟我装傻 是不是 好 陈总 实在不好意思 本来说的是下午 那个研究也急着点 过来看看 林老师 你就是美国来的投资人 你好 我是欧帝资本 颜晓晨 你好 颜晨 真是原假如晨 怎么办啊 看他这表情这事悬了 眼睛里一直皱着眉头 是有什么疑惑吗 不妨说出来 大家探讨一下 资料虽然准备的都很齐全 但是仔细看下来 内容都很模糊 坦白地说 这些资料确实是我们 在一两天之内匆忙 整理出来的 面对投资还如此蛮不惊心 看来沈总是对这次合作 不太感兴趣 那 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您哪有商业误葬 我尊重每一个合作方 但我们公司 确实是处在一个攻坚结论 我们公司的每一个员工 都在加班加点地 为自己的新项目而忙碌 况且 滴水不漏的资料 不如你眼睛里眼见为实 并不是我自吹自雷 我们公司确实是处在 一个被梦想所指引 充满活力的创业氛围内 那沈总的梦想是什么呢 这不仅是我的梦想 也是这个公司的梦想 我记得在八年前 发生了一件事情 通过这件事情我意识到 在这个世界上 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公平的 从那以后 我就想创立一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 每一个人 都享有同等的教育资源 知识改变命运 在全世界 教育 依然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 关键因素 那沈总是怎么看待失败的呢 毕业后的某一天 我在一个小仓库里 和我的同学们还有 我们在聚会 那时候我说过一句话 我们的未来是星辰大 我希望凭借我们的自身努力 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有一句话说得好 远行的船坡 不一定能到达目的地 但是它却能给 下一个船长留下重要的航线 了不起 伟大的理想 也离不开资本的信任吧 从目前来看 贵公司的盈利模式 非常不多 甚至前期提供的课程 商业都是免费的 从财报上来看 盈利情况也不太乐观 我相信没有一个商人 是愿意做亏本买卖的 所以即便如此 沈总还是依然对自己的理念 很自信吗 连经理今天之所以会出现在这儿 那说明的预点 我们公司做对了一些事情 我们公司一直致力于将科技和教育 结合在一起 降低知识获取成本 海量吸纳用户 提高AI学习能力 形成了独有的算法 从而使我们公司 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那沈总有没有考虑过 如果后续再没有资金的注入 贵公司要如何维持运转呢 我这个人 没那么轻易放弃 我始终相信一句话 种下梧桐树 才能引得凤凰来 严经理 您稍等 我去找司机把车开过来 好 小陈 沈总还有什么问题吗 晚上有空吗 我想请你吃个饭 我一会儿还有工作 那你什么时候会再来公司啊 后天吧 我明天要去处理一些私事 好 我等你 先走了 小猴子 你回来啦 你猜我今天去哪儿了 不是去公司了吗 我不只是去了公司 我还和Sindy出去见了客户 你知道吗 金融这东西 可不只是你在学校里 学的那么简单 你要出去积累人脉 而且还要了解客户的需求 得什么都得懂一点 我今天去那些地方啊 我原来从来都没去过 Sindy教了我好多东西啊 你 你怎么了 我 我没事啊 你不对劲 我 我看你那么高兴 我也替你高兴 你终于在计划室 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了 你是不是 工作不太顺利啊 我 我没有 找工作这事嘛 要慢慢来 这感觉啊 我懂的 程 程志远她 她在公司 是不是一气风发 很有老板派她了 她 我没觉得呀 这老板什么样 跟我员工有什么关系 我又从来不去关注这些 小小 你相不相信 如果给我一样的时间 我一定 绝对 能做得比程志远好 我相信啊 我当然相信了 你是谁 你是我的小猴子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小猴子 所以啊 你肯定会做得比他更好的 嗯 开心一点 开心一点 嗯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嗯 给你抱抱 你多加一点吧 我看你最近都瘦了 今天我请客 我吃这点就够了 我都已经上班了 你还在读书呢 我请吧 你上次跟我说借钱的事情 我帮你问了几个师哥师姐 但你也知道 大家手头不太宽裕 所以你别着急 我再帮你问问 不不不不不 这事我已经解决了 你就不用再帮我问了 那就好 昨天同学聚会 大家都在问你呢 不就是想知道我跟沈侯的那些八卦吗 只要是大家都没想过 你们会在一起这么久 咱们好几对 逼了业之后 都因为什么 工作异地呀 工资差异太大呀 诸如此类的原因分了手 我个人是觉得 校园恋爱不太靠谱的 不过你和沈侯例外 我看赵雨桓 她对你挺上心的 你怎么对她一点回应都没有 说到她呀 我最近可以牵牵一段时间了 你又干什么了 你到底想干吗 想 不死进去 死你 你知道你缺点什么 缺点你 缺心眼 不是 雷彤 这 这你不要了 对不起 我今天没有时间陪你玩 导师在等我呢 这本书啊 您爱取您就举着吧 不是 你觉得我这两天天天来找你 是为什么呀 不是因为你闲吗 我才不闲呢 这两天我跟我爸生聊生意呢 原来你是想跟我炫耀 你们家很有钱 哪有 我就是想跟你说我正在干正事 原来你们这些富家公子 陪着父母出去吃吃饭聊聊天 就算是干正事 那什么才叫干正事啊 您得自食其力吧 自食其力 什么意思 你真不懂 你真不懂 不是 你不懂 现在不是我不懂 是你不懂 你觉得我这两天天天泡在学校 请你喝水 请你吃饭的 是为什么呀 不懂 我喜欢你 你看不出来啊 这一些年轻航 好 他们在学校 Sisosh 你 她们在学校叻吗 我们 refuse 来 你缺心眼吗 笑 你嫌弃我是吗 我算是明白了 我这一天就是在你屁股后面 自作多情 不过你放心啊 我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 赵玉环喜欢上你也是倒了霉了 我无聊的人生当中好不容易出现个这么有趣的人 我总不能这么快就放过他吧 好好好 你开心就好 但是我看赵玉环对你挺好的呀 你是觉得他哪儿不好吗 这些公子哥呢对待感情都是玩玩而已 有几个是认真的呀 追到手了可就不是现在这个态度了 我昨天还听到某个人的消息 谁啊 吴倩倩 他怎么样 你离开MG之后他也被开除了 回到自己家公司上班 前些日子他们家公司出现了一点问题 倒闭了 所以也没有人知道他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发生了这么多事啊 那刘欣慧呢 他也没有了工作 昨天同学聚会快结束的时候他才到 看上去有点狼狈 我宿舍的同学正好搬出去和男朋友一起住了 所以我就让他搬到我那儿去了 你可不知道 他要是再找不到工作 他就要回老家相亲去了 他妈每天都给他打电话逼婚 他都快崩溃了 比我当初考研的时候 我妈逼迫我还痛苦呢 他如果还想留在上海试试啊 你就让他把他的简历发到这个邮箱上 不过公司要不要他我可不敢保证 我替他谢谢你 还是得靠他自己 我好像看到沈红了 在哪儿 应该是我看错了吧 他怎么会做这个呢 做什么呀 没事没事 我下午还有课我先走了啊 好 那你路上慢点啊 嗯 拜拜 对不起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才是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对不起 就是 glue 你走吧 请稍后再拨打的掉 再拨打好 一个 isa 现在就去 этот 明天精神百倍地 来给我上班 我不喜欢跟一只熊猫 一只老土熊猫一起工作 严重影响我的心情 拜拜 心里姐 小猴子 不要在外面吃饭了 买了菜 今晚这地方你爱吃鱼的 你不吃啊 友情宁水宝 真恶心 小猴 吃饭 来喽 来喽 赵一桓 马上 晓晓 晓晓 你回来了 你行啊 你跟赵玉环去哪儿玩了 要上脏兮兮的 我 我们去赛车场玩了 对了 你今天怎么回来那么早 我以后不加班了 我昨天回来给你做饭 饭凉了 我给你热热去 怎么了 没事 就是想抱抱你 那你以后早点回来 别回来那么晚好不好 嗯 我记得有人说她腰不好 不能拖地的啊 我就是想感谢你收留我嘛 小晨说如果你还愿意留在上海 可以把简历发在上面的邮箱上试一试 你不想留在上海 当然不是 就是我跟严小晨上大学的时候 关系也就那样 后来也没联系 现在突然要去她的公司求职 欠她这么的人情 我也有点不好意思 既然她让我把名片给你 就说明她愿意帮你留下来 有的时候接受别人的好意 也是一种感谢 而且小晨说了 他们公司要不要你 她不敢保证 好吧 我下午要和导师参加讲座 重饭你自己吃吧 嗯 好 不用头那么干净 小心闪着腰 好 谢师哥 你今天可是要出头了 来听苏教授演讲的 都是各大企业的老板 你今天有机会上去发演 简直前途不可先亮啊 以后你有这样的机会的 喂 好 我马上去拿 卫童 外卖到了 你去帮忙拿一下吧 好 走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啊 对啊 我问你呢 我不知道你在这儿 那你是专门来送外卖来啊 没有 那你就是来看我的呀 也没有 美头 快点 乐乐 给我 来 等一下 你不是那个 在图书馆跟卫童表白那男的 对对对 就是那个锅盖头发型 放在身上衣服 我差点还认不出来的呢 认错了 站住 谁让你走了 你以为我们学校师妹这么好骗呢 卫童 出来 云谁也云不到你呀 你把手放开 装有钱人追妹子 谁叫你的头 来 来来来 咱们俩之前已经说清楚了 外卖还送到了 我会给你好评的 听到了吗 会给你好评的 走吧 我跟你说啊 卫童 这种混小子 早就应该识破他的真面目 还不谢谢师哥 谢谢师哥 这外卖怎么得水呀 我这两天脏气得给我喝水 师哥 我帮你去买水 谢谢啊 啊 小心啊 注意安全 好 没事 喂 阿姨 丁小泉 过了这么长时间 你还没想明白吗 阿姨 不管您让我多少次 我还是那个答案 我告诉你 你现在给沈侯带来的 全部都是辛苦和压力 你现在还坚持认为 为了爱情跟她在一起 是争取的选择吗 阿姨 我不明白您什么意思 你知道不知道 沈侯为了你风餐露宿地 去送外卖来 她哪里吃过这种苦啊 从小到大 我和她爸爸 把她呵护得非常好 你 我明白了 你就是想通过这种方法 要磨平她的骄傲 束缚她的自由 让她吃你没有吃过的苦 受你没有受过的罪 对吧 你这哪里是爱情啊 这明明就是 折磨 那就是一种灾难 我怎么在送外卖啊 你不知道是吧 好 我发给你看 陈总 我 坐吧 这个是沈侯替你给我还的钱 我觉得这件事情你有必要知道 那不好意思 这些我就先拿走了 欠你的钱还是从我的工资面扣 好 谢谢 对 我 要跟您请半天假 可以 谢谢 嫂子 来 赵雨华 时候会跟你在一起吗 她呀 那个 在 我该说在还是不在呀 你们打工的地址在哪儿 你把地址发给我 她都告诉你了 我就说嘛 这事有什么好隐瞒呢 怎么样 感动吗 痛哭流涕了吧 我都想嫁给她了 我真不知道你们女人是怎么想 到底我们男人怎么做 你们才会满意啊 我 稍后给你借个钱 我已经拿到了 你给我一个卡 好 我给你拿回去 那个 那个不着急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还是得谢谢你啊 不是 你这不是客气了吗 我 我先挂了啊 我等你给我地址啊 好嘞 拜拜 小沈 这是你第一个月的工资 一共三千八 老板 愣着干吗呀 还不快收了 老板专门用红包给你包着 就是为了图个吉利 以后啊 越来越多 越来越发 而且老板还给咱们 多加俩菜 给我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你好 好像下� clлюс 我 来 吃饭 好 谢谢老板 快吃 对了 赵雨淮呢 他还没回来 我给他留了一碗 喝了 太香了啊 那当然了 发工资这天啊 饭菜是最香的 你第一个月的工资 准备干嘛呀 我 我先带女朋友吃顿大餐 然后剩下还债 女朋友 正好 我也想找一个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我呀 你看对面的工资 我就想找一个这么漂亮的 但人家肯定看不上我 她她走过来了 不会来咱们店里吃饭的吧 小小 我已经把赵雨还的钱还给她了 还有陈志远的钱 我会慢慢地用工资再还给她的 好 好不好 我们回家吧 你 你为什么要还借啊 我不想你在这儿受苦呀 我不觉得苦 你知道我每天早出晚归 我刚刚凭借自己努力 赚到人生第一份工资 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 我刚满心唤心想 晚上带你去吃什么 可我不想你为了我这样 我这样怎么了 我凭着自己努力赚钱 不跟你以前一样吗 我知道 但这份工作不适合你 你没必要这么辛苦的 你难道就为了替我 还那四万块钱 就要像我原来一样 什么都做吗 我求你了 我们先回家 工作的事我们慢慢再说好不好 好 我懂了 我 你从一开始就不相信 我可以自食其力 你不相信我可以成为一个 有能力的人 你不相信我可以给你一个 美好的未来 其实你 其实你一直觉得 我比不上那个程志愿 我永远不可能有他那么有能力 你刚才所说的话 你奉定了我所有的努力 你破坏了我一天的好心情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走 回家 走 走 你看 对不起 他 他不做了 又不做 沈横 猴子 猴子 让我相信 梦不再是相反的 爱情为余情 手离着 感觉不到痛了 心中越荒漠 此刻就越发紧张 你用荒漠 你用荆棘穿起了你和我 让每个拥抱残忍到放不得 那些自尊 换的情长 你你跟我很想若干的 已经算入愿了 呢 一群身孟 一羹身孟 葫芒 一群身孟 一群身孟 你自己 然后再看一群身孟 你自己 如果你自己 命运用旌旗穿起了你和我 让每个拥抱残忍倒放不得 这些自尊 换得清楚 已经算如愿了 自别尽力了 不能再失去你了 好快点了 怎么着 走吧 吃饭去吧 还干吗呢 早吃饭去 我不希望你们吃饭 我堵你今天中午又要吃泡面 是不是 这么堵吗 等等 来杯咖啡 那你好歹请我吃一顿 这样 你跟大家说一下 今天中午我请大家吃饭 谢谢陈总 请注意 陈总说今天公司签了个大合同 今天午饭 陈总请客 谢谢陈总 谢谢陈总 走吧 好强啊 还不走吗 好 谢谢陈总 还不走 嗨 很想念 拍摄 你 朋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问您是 我是来面试的 稍等一下 您叫什么 刘新辉 刘新辉是吧 对 下午一点半会议室 您可能要稍等一下 好 嗨 新辉 好久不见 放松放松 别那么紧张 公司既然通知你来面试 其实就是对你简历的认可了 你原来在学校的时候成绩也不错 英语也挺好的 自信点 我跟你说啊 DH其实最注重的就是 员工的个人能力 还有就是诚信 所以一会儿面试官问你的时候 你就诚实地回答他的问题就好了 好好表现 应该问题不大 我 我以前面试总失败 以前你不是有很多选择吗 既然现在已经没有退额了 就向前看 加油 谢谢你啊 小陈 我吧 以前就是有点小心眼 然后有些事情 就是你提考的事情 是我不小心说漏嘴 让吴倩倩知道了 都过去了 过去的事就不说了 你真的不怪我吗 你时间差不多要到了啊 快去吧 好 加油 好 孙力姐 他幕后英雄的感觉 是不是特别爽 这个 你最清楚了 怎么了 上车 我午休时间结束了 我得上去工作去了 这也是工作 去哪儿啊 好 孙力姐 咱来商场干嘛呀 来商场能干什么 商品喽 不是去见 跟我们公司有合作的赵总吗 叶小辰 我一直觉得你的一品太差了 每次跟我出去对外活动 我都觉得你严重影响公司的形象 左思右想 治本事来不及了 先给你治治标吧 可我今天下午还有好多工作没做 我现在也没心情逛街 对啊 作为你的上司 我认为现在对你来讲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买衣服 你听还是不听 反正上班时间我说了算 试一下 我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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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这边请 算了吧 算了吧 不是也可以 这个月的奖金不要了 看不出来啊 颜小辰 身材还可以嘛 行 我那两件衣服和她这一身都要了 我都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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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欣小姐 包了 好 这 这 这太贵了 我不能收 收 我说要送你了吗 这是从你工资里扣的 我工资已经不能再扣了 分期吧 我分期的名额也没了 晚了 我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没关系的小姐 您可以先试试看 不买也没关系 嗯 就要这上了 可是太贵了 三姐姐 从你下下个月的工资里扣吧 好 欣小姐 您来了 这边稍坐 我去帮您安排济师 三姐姐 我下个月 下下个月 下下下个月的工资都已经透支完了 没钱了 那怎么办啊 要不您慢慢坐 我在楼下等你 我请你 好吧 好吧 欣小姐 坐好了 您帮您闺蜜选的颜色真适合她 二位再休息一下吧 她竟然说咱俩是闺蜜 咱 咱俩想闺蜜吗 笑什么 笑什么 能看到你这样 今天还挺值的 还挺值的 艾小蜜 你这么说对得起那些漂亮的衣服和鞋子吗 我对这些东西又不太感兴趣 这可由不得你 你听说过樊伯伦效应吗 樊伯伦效应就是 商品标价越高 越能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这么说虽然很讨厌 但是你必须得承认 一件昂贵的衣服 一双价格不菲的鞋 的确会让你看起来价值更高 在商务谈判中更有气势 所以你不能舍不得花钱 这是在为你的未来投资 又怎么了 我是觉得你一本正经的时候 感觉像在捉弄我 但是你在捉弄我的时候吧 我又觉得你挺一本正经的 就是这个感觉特别微妙 我也说不好 好像是有点 电话 谁啊 你的 我才不接 要接你接 干吗 你好好干儿子 沈侯跟你在一起的吧 沈侯他 睡着了 他没睡着 别替他大马虎言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你这样 你放到免庭上 我说的话 我要让他听到 喂 说吧 儿子 我跟你爸 我们都很担心你 是吗 这样好不好 不管怎么样 就是出现天大的事情 你也先回家 有什么事呢 咱们回家坐下来 慢慢说 你们能接受晓晓了 我现在不想跟你探讨这个问题 妈 你知道的 如果你们不接受晓晓的话 我是不会回家的 你怎么就这么倔纳 不就是谈个恋爱吗 妈跟你打赌 这不是你这辈子谈的唯一的恋爱 那你当初为什么会和我爸结婚呢 如果恋爱真的只是一时冲动的话 那你和我爸怎么就在一起这么多年呢 正是因为我是过他人哪 所以我知道这里面的不容易和艰辛 你以为你现在得到这一切 都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吗 那都是我们给你铺垫好的 你想要什么有什么 可如果有一天呢 如果你失去这一切 你看谁还爱你 有一天你没有钱去买面包的时候 他还会爱你吗 妈告诉我 这个世界上 女孩子比男孩子 往往更现实更早熟 你懂吗 尤其像她那种家庭出来的 如果说你是来劝我分手的话 那我没什么可聊的 好 好 如果你执意这么做的话 你别怪我跟你爸爸无情 你就往下走到底吧 就此一切 来来来 去去活啊 我这是特意给你淘的十年的老白茶 来 既不影响睡眠 有那养伤 养什么伤 养臭白眼狼 你今晚回家吗 我想跟你聊聊 好 叶小辰 你 你是把济师的衣服穿上了吗 按摩服吗 按摩服呀 我只是不太习惯脱了衣服 所以你要 你要穿着这个按摩 嗯 你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我可以自食其力 你不相信我可以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 你不相信我可以给你一个美好的位置 其实你一直觉得我比不上那个城市人 我永远不可能有他那么有能力 就想一下 你自己求情 别生住的 我的祥保兰 你不忍辱吗 到了 你出去孩子 不忍辱问 给来 在场上 lung caterpillar 鞋子允许你分三七给我 我七 成交 说吧 什么事 其实也没什么事 就是我跟我男朋友吵架了 你有男朋友 很奇怪吗 没有啊 就是觉得你深藏不漏的 为什么吵架呀 我们之间有点误会 他认为我不相信他的能力 但是我其实是 不想他为我牺牲太多了 你这个男朋友 是不是不如你优秀 不啊 他 他很聪明的 而且他特别会说话 个子高高的 长得又帅 笑起来的时候还特别好看 我说的 不是这方面 是个人能力问题 就是说他学习是不是不如你好 然后工作是不是也不如你 那 那 这倒是有的 这就对了 我跟你讲 小陈 男人的自尊心啊 都是很强的 他们都是想找那种 被女人需要的感觉 我看你 不用猜我都知道 你是不是 从来不会跟他们提要求 你们说 你这样会让男人非常没有存在感 他们会觉得你不需要他们 甚至轻视他们 很伤自尊心的 可是 我觉得 他为我做的事情 也会伤害他的自尊心 你怎么 这么死脑筋啊 这个问题 你要换个角度去想 男人为你做的事情是为了什么 他们就是为了 为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得到你的赞美 得到你的 就好比 你好棒啊 这种事情都能做得到 我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啊 你怎么那么棒啊 不要离开我 谁 我感觉你根本没有明白 我可能白说了 你再想想 我去买单 嗯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才是无法听透 请稍后再拨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才是无法听透 我拨打的用户 您能不能接接 是这样的 金融圈子不大 对于人品有问题的人 我们公司不能露群 不好意思 您剩下宰箱的状况 继续 对不起 长腿迷人 杨柳细腰 长发飘飘 这得是女神级别的吧 没听说我自来信任啊 会不会是客户啊 这样 你自己去看不就知道了 你 你的东西戴了 你不会想说戴的是你的亲伴 妖臣 你搭讪的套路是不是得改一改 少臣 早 叶小臣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刚以为我跟心里结束 看什么呢 上半时间不用工作啊 聊什么呢 陈总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我的作品啊 陈总走 你们干嘛呢 乔总走 走 怎么了 问你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挺好的 不错 不过你们俩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 我们是上下级关系 有什么好坏之分吗 我这样对他只是因为 为我们公司的形象考虑 有问题吗 问你呢 觉得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问题 不错 不错 信息 工作了 好 对 我要去厕所 乔总 李辉 办公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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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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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总 陈总 有什么事不能在公司说 非得来这儿啊 没什么 就是想问你一下 最近跟沈侯怎么样了 怎么会问这个 我俩 是出了点小问题 其实爱情这个东西 如果两个人要真的不合适的话 也不用勉强 什么意思 我是怕如果你们 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沈侯迟早有一天 他会伤害你的 如果注定结局是这样 那还不如 长痛不如短痛 我知道您一直都很关心我 您刚才说的这些道理呢 也都是为了我好 但是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我也有我自己的解决方式 我和沈侯之间 就只是需要磨合 我们没有任何原则性的问题 所以 我觉得您不用过于担心我们 你要没什么事 我就先回去上班了 你要没什么事 那要是有呢 有什么 原则性问题 如果真的有 如果真的有 我会和沈侯一起努力地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也用不着您来操心 请 请 沈先生有人找你 找我 谁呀 等一下 你还好吗 过来坐 随便坐 这半个月 你还好吗 你过的都是挺好的 对不起 我知道你送外卖是为了我 那天是我的错 是我说错话了 对不起 能让这事过去吗 我算了一下 我的工资 每个月除去 要换陈志远的钱 剩下的如果节约点 是够咱俩的日常开销了 你的工作可以慢慢再涨 但是我不希望你再做这么辛苦的工作了 可以吗 沈浩 我需要你不是因为你多能吃苦 多能赚钱 是因为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非常开心 我非常快乐 我不能没有你 我一直在想 如果我们的关系再进一步的话 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误会了 那 那怎么样再进一步 好 你不是跟我说你想结婚吗 你是认真的吗 我其实已经把护可本拿出来了 我只是一直没告诉你 你 他这么优秀 你又没工作 拿什么养活他呀 我肯定会找一个很好的工作 我一定会把您 还有萧萧照顾得好好的 你妈 就绝对不会再问别人提前了 我 我可以的 对不起晓晓 我不能跟你结婚 不是我不想 是你现在看看我 我现在这种 这样落魄的样子 我怎么跟你结婚 我拿什么跟你妈保证 我能给你幸福吗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可是我要 我是个男人 我要赚钱 我要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要让你不再开口 向别的男人借钱 我要正大光明地 把你带到我爸妈面前 告诉他 我 可以养活你 而不是像你现在这样 一言这种想法 这种语气告诉我 你可以什么都不要 所以你不想结婚 我想 我太想了 可是我现在不能 我明白了 我走了 晓晓 好 对不起 你能不能 再多给我一些时间 没那么好对不起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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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别ẩn 你也ì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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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 颜小晨 你会做饭吗 我会呀 손를行 雷小晨 你会做饭吗 门没锁 自己开门就好了 谢谢姐 门口有突鞋 自己换 阿姨这几天病了 有点乱 你什么糊了呀 有味啊 我面糊了 我刚到了 我感觉我跟厨房的关系 好像总是处理不好 你需要我帮你吗 这样 你先尝尝我煎的牛排 你是要我帮你试毒吗 这五百多还嫌一块呢 魔女做的饭 果然也是这么的魔法呀 你自己吃饭 我专门留给你的 我看要不还是算了吧 我看你这还有什么吃的 我找找啊 我看你这就是什么 你凤尝 我找个人你撒 你也要我这儿 我看你这儿 他还是不知道 我到底想要什么 我在这段感情里 我已经很努力了 我也在拼命地为他改变 可是为什么我看不到希望 我不是不想结婚 我只是不想 不想一无所有地跟他结婚 你明白我的 不是 我明白 你等会儿 他刚才来这儿是跟你求婚的 不是 猴子 我 我觉得我得说你两句啊 这事你不对啊 你这儿就有点矫情了你知道吧 他能跟你结婚 就证明他对你是认真的 你这就叫身在腹中不知腹了 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吗 别说求婚 魏同就是能答应跟我在一块儿 喝酒 先喝酒 你不用得涂 行吧 我叫你 adding motivational 我知道她是poll six 你 criminal Espero 联合你 什麼啊 你给我在哪儿 给我客气 Wildlife mot ult 不是 猴子 这肯定是个误会 这绝对是假的 这照片 小猴 你别再污蔑晓晓了 我对她什么都不会变 你别再费劲了 反不反 晓晓晓晓晓晓 肯定是假的 她不是那样人 是假的 满足 说吧 找我什么事 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你给我打电话 好像是我打的啊 当然啊 什么事啊 我跟她求婚了 你求的婚 妖晨 我真是小瞧你了 你 女英雄啊 双双结婚 她拒绝你了 好 就等不去现在不来啊 挥别错的才能跟未来相逢 分手才能有更好的等着你 可我没想着跟她分手 我跟她吧 你可能不太了解 她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就在她没出现的时候 我的世界只有两边色 一个黑 一个白 可是当她出现了 她就像一束阳光一样 我把我整个世界都照亮了 还给我带来了五彩缤纷的颜色 这就是我离不开她的理由 这是她的魔力啊 我没有想到你对她这么迷恋 那如果你俩真不合适呢 不会的 大学的时候 你们两个是可以很纯粹地谈恋爱 享受爱情 可是等到了社会上 你们要共同面对生活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两个人一样的人生观价值观 比什么都重要 要有一样的追求 要有一样的股料 现在的你 为工作努力 为现实愁措 她在干吗 她追得上你的步伐吗 难道这个不会上她自尊心吗 你们的问题会越来越多的 矛盾会越来越升级的 然后到最后 你们就真的根本没有办法去面举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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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现在 不想再听那些事了 再换换去聊呀 那我们聊点什么呢 说一说我 你别看 我跟你说得头头是道的 其实在爱情面前 我才是一个十足的失败者 程志远是我前男友 你知道吧 他跟你说的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没了 他就没有告诉你 我们俩的开始是因为我的阴谋 我为了能跟他在一起 在一个下着大雪的天气里 把他约到了我们学校的实验室 你找我来 有什么事跟我说吗 我们直接点 你觉得我怎么样 很好 做你女朋友怎么样 不好意思啊 我还没想叫你朋友 现在可以开始打算了 好 那以后我考虑一下 你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什么意思啊 我让詹姆斯把门锁了 也就是说在未来的两个小时的时间里 这里只有你和我 你有这么赶时间吗 我只是不喜欢拖泥淡水 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的答案 说两个小时就两个小时 你有的是时间慢慢考虑 几时开始 几时开始 到时间了 到时间了 我考虑清楚了 我暂时还不打算救女朋友 知道了 知道了 詹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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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坐这儿 走 走 走 你发烧了 凯尔 如果 如果你不喜欢我 不想跟我在一起 不要在这个时候对我这么好 过来 凯尔 刘克斯 你想好了 是是是是 是 我想明白了 停 怎么了 什么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知道 他根本就不爱我 就连喜欢也只有那么一点点 但是对我来讲足够了 因为我很自信 我觉得我那么优秀 他会慢慢爱上我的 我们大学毕了业 我收到了他所在公司 欧地的提供 当时所有的人都在祝福我们 可是没想到 小心 志愿 你怎么了 胳膊怎么了 胳膊 动不了了 我没有想到这场意外 居然改变了一切 其实我跟他相处的这两年 我们也不像正常情侣那样 我们也就是牵牵手 拥抱一下 甚至能接吻都很少 所以我有预感 我们不会坚持太久了 好 那后来呢 后来他回了中国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很快又回到了美国 并且很决然地 要跟我分手 几天前 我在我地辞职了 你辞职了 嗯 那你怎么都没跟我商量啊 人家是为了你才见到欧迪 我有别的打算 我打算回国创业 你要回中国 那我们怎么办啊 我朋友和家人都在这边 我总不能跟你回中国吧 你想过这些吗 还是说 你根本没有打算 让我跟你回中国 我从来就不在你未来的计划里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未来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未来 而不是在谁的计划里 给了 我 给了 你 为什么突然要分手啊 我也不知道啊 我以为他爱上别的女人了 所以我就赌气 答应了跟他分手 可是我后悔了 我给他打电话 他的手机已经换号码了 所以我们就失联了一年多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知道他在寻找创业伙伴 我就顺着消息找到他 想加入他的团队 我没有想到他会答应 可是他对我的态度 就好像我们之间那段 那段感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他这么扎呀 是 后来 乔宇也加入了 我们三个一起创建了DH 其实我在他身边的时候 有很仔细地观察过 可是我并没有发现他有任何暧昧的对象 我就是觉得他这个人都变了 又说不清楚是哪里变了 他对所有事情都变得很冷漠 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工作里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我为了引起他的注意 我甚至陪他加班 我还很讨厌乔宇 因为我幼稚地觉得 乔宇来了 让我在他心里 连能力很强的这个地位都不保 所以你还说我是迷恋 你不也一样 我一直觉得陈志远 对你有意思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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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想多 你一定要相信我的第六感 我很了解他的 陈志远这个人 对所有人都很好 只有对你 在你的事情上 他的情绪总是表现得很特殊 他跟你说过他有个妹妹吗 他有个妹妹 对啊 他跟我说过 我跟他妹妹感觉很像 所以我觉得他对我好 可能是因为 出自于这种 倾诉吧 你不觉得这个听起来特别像大叔 欺骗小女孩的一种套路吗 其实跟你说了这么多 我就是想告诉你 感情就要当机立断 如果你决定不分手 那不管有多少的误会 不管有多少的阻碍 你都要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 但是如果你一旦决定分手 你就要快刀斩乱吗 不要像我一样回过拉拉 这样你才有空间去 追求你自己的心思 你合了一宿啊 不是 你换个姿势也行啊 你告诉我 这什么酒啊 为什么喝不醉啊 这 不喊酒精 不是不是 你不能喝了 别别别别 一宿了大哥再喝糖尿病了 你可真宿 我本来觉着吧 失恋了 留着胡子喝顿酒特苦 现在看你这样 一点都不哭 我告诉你 咱俩从小就认识 你一直都是一气风发的样子 什么时候像现在这样过 你让一个女人折磨成这样 有什么大不了的 行就在一起 不行就拉倒 大男人就得坦荡一点 照片的事 你要是真人特别在意 你就直接去问他去 总比你在这儿自我折磨好吧 我告诉你 沈喉 这次你别说 我不站在你这边啊 你要还是现在这个样子 严小辰有一天 要是不小心 真的被谁抢走了 你可别后悔 你回来了 你没吃饭吧 我给你弄吃的去 沈善 对不起 我想通了 本来我是想 等我有能力的时候 我才风风光光地娶你 可是比起未知的将来 我发现 我更怕 您提前被别人抢走 傻瓜 有没人和你抢 不哭 哭了就不漂亮了 哭了就不漂亮了 晓晓 我们结婚吧 好 你别说 你干吗 好 谢谢 按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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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尽受风投追捧 据统计 上半年国内电子商务企业 已经完成二十三笔融资交易 总融资规模达到三点三亿美元 紧张了没 不会不记得像我要去干嘛吧 总融资金额达三点三七亿美元 六月份 共有九家企业宣布获得风投 总规模超过一亿美元 为电子商务行业融资史上 最活跃的月份 企业掀起自建物流风 物流体系已经成为 限制电子商务发展的瓶颈 货不对法 难以验货后不管 已成为网络购物的致命商 跟谁发消息呢 小子们贴面啊 开会的时候就分身 小心我跟森林姐举报 举报别人之前 先检讨一下自己 这份报告写了一塌糊涂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好 我玩 沈总的文件你帮我给了吗 希望我出来的时候 还能再见到你们 加油 加油 老板 你的资料 好 放到我了 怎么 还有什么事 我下午想请个家 什么呀 干什么呀 我要跟盛侯去领阵 什么呀 怎么了 不行吗 小长 这件事就能不能还一晚 为什么 为什么 有些事情我需要去确认 我结婚 你要确认 不是 你要确认什么呀 你这人怎么管闲事 管得那么宽啊 反正我不管 你就算我矿工 扣个工资就行 好 叶晓晨 你能不能就听我这一次 就这一次 不能 好 好 那就吃午下午了 不行 不能来我们公司楼下 我把地址发给你 再见 你好 我 我们现在该干什么呀 我也第一次来 你问我 来 排队先 好 你好 你好 是不是得拿这个表啊 表 在哪儿呢 幸福了 去那边很简 必要 必要 不管不管 先先先那个 正正正 这我的 好的去那边照相啊 好 谢谢 你好 你好你好 这是她的 好的 这是我的 照片看了吗 什么照片 那先去那边婚简 然后去那边拍照 好吧 好 好 谢谢啊 来 谢谢 婚简 我们自愿结为夫妻 从今以后 从今以后 我愿意用坚实的肩膀 负担起你一生的幸福 我愿意用一生的柔情 构筑起你爱情的港湾 无论环境是好是坏 生活是富贵是贫贱 身体是健康是疾病 事业是成功是失败 我们都会相互支持 所有困难一起承担 所有快乐共同分享 相濡以沫 终贞不二 不离不弃 白头偕老 直到永远 晓晓 今天是我们结婚的第一天 虽然这个蛋糕有点土 有点小 那你就将就一下 等我以后自己赚了大钱 我一定给你准备一个 最难忘 最浪漫的婚礼 到时候把雨晨 胃头 所有人都叫上 到时候我再定制一个 十米高的大蛋糕 十米高得怎么切 你是让我站在你肩上往下 咔的切吗 那好像也不够啊 别够不够 别够不够 晓晓 我们真的结婚了吗 对啊 那 那我现在是不是 是不是应该叫你 老婆 老婆 不行啊 我 我得练习一下 老婆 你 你别笑啊 我我我我重音来 重音来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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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结婚了 我们结婚了 我现在是她的人了 我们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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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一起了 我们结婚了 喊什么喊 结了婚赶紧回家 别在这儿吵 结婚了喊不让喊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结婚了 喊喊 我们真的结婚了 我们以后再也不会分开了 我们以后再也不会分开了 这辈子都不分开了 老婆 老公 老婆 接下来我会对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知道了 对不起 好 没关系 坐吧 下不为例啊 接下来我会对 各领域的投资项目 做一下综合的提补 商业用房的供求矛盾 现在是比较突出的 其实在前几年 经济过热的时候 商业用房还是比较长销的 但是随着国家宏观 调控政策的实施 这几年处于下降的趋势 但是商业用房的住房面积 又不断增加 就加剧了这种供求关系的矛盾 所以我建议 我们的项目重心 应该从房地产行业 转向于新兴的互联维金融 好 就这些 你还有要补充吗 没有 挺好的 好 那就三会吧 等一下 迟到了把东西收一下 放上放上 我来收 我来收 放上放下 放下 潘大 程总下午什么安排啊 程总 我看一下 好 下午两点 爱因斯坦咖啡厅 深思集团董事长 谢谢 谢谢 我知道您一直都很关心我 我和沈侯之间 就只是需要磨合 我们没有任何原则性的问题 所以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我也有我自己的解决方式 那要是有呢 有什么 原则性问题 我跟沈侯要去领诊 这件事情能不能缓一碗 有些事情我需要去确认 好 啊 我也百分 好 程总 我们到了 程总 老林 半个小时之后来接我 好 好 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 程总啊 好 你打电话约了我好几次 说有重要的事情跟我谈 可我一直工作上太忙了 实在抽不出时间 本来应该请你去公司的 希望你不要介意这个环境 有什么事情说吧 既然侯总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其实我只想知道 你反对沈侯 跟严晓晨在一起的真实原因 到底是什么 好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你约我来谈 是谈我儿子情感的问题 那也好 我也就直接回答你 他们两个在一起不合适 门不当 互互对 你觉得这理由还不够充分吗 充分 很充分 但充分到步步紧逼 不惜毁掉儿子的前途 也要拆散他们 这就不太正常了吧 你说什么呢 欧总啊 您不是无知妇孺 您白手起家 建立起一个商业帝国 如果不想他们两个在一起 应该会有很多种方式 可以拆散他们 但是现在您的手段 太激烈 也太着急了 我说小陈总啊 你的这些话呀 倒真引起我的好奇心了 你为什么会对自己手下的 一个普通员工的私事 这么感兴趣呢 我明白了 你是在追求严小陈是吗 那我拆散他们两个 正好成全你啊 是这样的 我觉得你形势不太正常 当然也想帮助小陈 看看从别的什么方面 可以让你们同意 所以委托了我一个朋友 调查你们 什么 但没想到 查到了一些我不该知道的事 你过分了吧 你到底要干什么 沈侯跟严小陈 是同一届的高考生 对吧 对啊 他们是同龄人 是同一届高考生 而且还同上一个大学 这有什么问题吗 仅仅只是如此吗 好 你什么意思啊 我希望您不要误会 其实我来这儿的真正目的 就是希望 你不要再阻止他们 让他们幸福地在一起 给他们祝福 我明白了 你今天是来当说客的是吧 而且代表严小陈一方 但是小陈总 有一点你必须明白 他们俩将来走不走到一块 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跟你我没有太大的关系 尤其跟你 何总 看来你还是不相信 我已经知道全部了 你是在威胁我吗 当年沈侯的高考成绩 根本不如严小陈 但她却能考到 华大的国际贸易协 而严小陈最后却调了党 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你侯总 找人在中间动了手脚 你不要再说了 我不说就可以当这些事情 没有发生过吗 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现在就想知道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这么做的目的何在啊 严格意义上来讲 严小陈是破格路去的 因为他的分数和志远 没有任何问题 就算被顶了名额 查下去 学校也只会让他入学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还让我继续说下去吧 接下来的事情 我告诉你吧 我当年托人 找了招生处的老师 希望找一个人 跟沈侯调换一下专业 可是不晓得怎么搞他 阴差阳错出了岔子 怎么就让严小陈 调党了呢 更离谱的是 他的爸爸不依不饶 执意要找学校讨个说法 结果没想到 路上出了车祸 我就是想不明白 真是造误弄人哪 为什么偏偏到现在 让严小陈跟我儿子 走到了一块儿 是 沈侯知道当年发生的事吗 不 他不知道 他什么都不知道 我相信 严小陈和他母亲 是绝对不会原谅我们沈家的 所以你明白吧 为什么到现在 我想尽办法 就是要阻止他们两个在一起 我就怕 日后万一他们生活在一起 早晚他们会知道事情的真相 那怎么办 两个人非痛苦死不可 与其那样的话 长途不如短痛 还不让他们现在就分开 我已经无意当中 对他们家造成一次伤害 我不想让他们 母女两个再受第二次折磨 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 我情愿做恶人 我情愿牺牲我儿子的幸福 我情愿让我儿子恨我 我都不能让他们在一起 你明白吗 您说的我都明白 但现在已经晚了 他们不会因为你的阻碍而分开 不光是您 任何人都不信 为什么 因为他们结婚了 不 不可能 真是不可能 刚才我猜得没错 沈红是瞒着你 跟小陈秘密登记结婚的 总而言之 现在不管是我对小陈 还是您对沈红 我们能做的就是什么都不要说 也不要刻意阻碍 否则我能被你的行为 逼着去查明真相 他们也一定可以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把这个秘密封存下去 只要永远不让他们两个人知道 就不会有事 他也如此吧 我已经都知道了 我已经都知道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 不 言小陈 你听我说 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相遇 严嘉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傅 有人追车 你停一下吧 公司有规定的 中途不能停车的 对啊 师傅 你停一下吧 就停一下 师傅 停一下吧 停一下吧 师傅 帮个忙 停一下吧 师傅 帮忙忙 停一下吧 那好吧 我等一下靠边停车吧 师傅 谢谢 师傅 帮忙ać 那 师傅 我就是希望能够找一个人 跟沈侯调换一下专业 可是我不晓得怎么搞的 阴差阳错出了岔子 怎么就让严小晨调党了呢 更离谱的是 他的爸爸不依不饶 执意要找学校讨个说法 晓晓 爸爸一定让你 懂你喜欢的学校 做你喜欢做的事 人死不能复生 既爱顺便吧 你们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 这不是我爸 身份你母亲已经确认过了 这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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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是我爸 我 我爸没死 姑娘 你要是想哭就哭出来吧 哭出来舒服一点 我为什么要哭呀 我为什么要哭呀 我哭 我叫纯了 我爸死了吗 我呢 escри啊 还心里 我们在这里 说到你 现在 我母亲 听见哦 说到吧 听哭这 哭哭哭 哭哭哭哭哭 philosophy 就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车吗 下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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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机也需要换班休息 下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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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去跟司机商量一下 看怎么样 可以让你一直待在这儿 你还没吃饭 饿了吧 我带你去吃点东西 我给老李打个电话 我求你了 别管我了 你走吧 不管怎么样 你能开口说话 我就放心多了 刚好这附近也没什么人 你要有什么想说的 想骂的 发泄出来 别憋在心里 你既然已经全都知道了 你为什么还要继续瞒着我 我只是觉得 有的时候就算你知道真相 但不一定换回来好的结果 我只想看到你开心 不想看到你难过 不想看到你难过 他为什么偏偏选中的是我 就是因为我们家穷 没钱没地位 所以好欺负对不对 如果不是因为她的自私 我当年根本就不会调到我 我爸根本就不会出意外 我当年根本就不会掉到我 我爸根本就不会出意外 是他间接杀害了我爸 他毁了我们一家 而我现在 这可是我在一起 我跟他结婚了 多可笑 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这一切都过去了 而且当年做错事的人 是侯月珍 也不是沈侯 你刚才也都听到了 沈侯他跟你一样 当年只是一个孩子 他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这件事情 你最好不要告诉他 否则的话 他会跟现在的你一样 自责跟痛苦 我们一起想想办法 你要是不想坐我的车 那我继续陪你坐公交车 你只能坐下 你知道我要去哪儿吗 我自己我都不知道 我现在到底该去哪儿 如果你现在 不想回家面对时候 你可以先去我那里 等你状态都调整好了 再回去 我去 还我 等会儿 你等会儿 打包这么多 你这典型薄工业羊毛知道吗 占便宜没够 我告诉你我可是给的钱了 而且哥们今天 特意做了两道我新学的菜 我呸 咱们员工价等于白菜价 你还好意思说自己给钱了 还自己做了两道菜 哪道菜是你买的 哪个菜是你到菜市场自己挑的 我跟你说 你这就是羡慕嫉妒恨 怎么着 我给你点温暖的拥抱 你别碰我啊 你走开 你别管 走走走 我告诉你啊 面包会有的 爱情也会来的 你的爱情就在来的路上 我的爱情已经走远了 那你拿赛车追他呀 我车开得太猛了 坏了我 你等我修好了重振起火 我就不信了 拿下他 拿下他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咱俩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你已经结婚了 你是真正的大人 我们在不一样的世界了 那你还加把劲啊 加什么劲 赶紧走吧 别撇了一会菜凉了 我先给他打个电话 不接你电话了 不理你了是不是 我 我告诉你 他肯定是在忙 我不跟你说就走了 你走了你 慢点儿去啊 回去吧 这孩子终于长大了 幸福尴尬来敲门 我不曾顾问 迎来温柔的春 心口却好一盏的灯 跌在空房间的灯 他渐渐不受冷 留下一束管 给保证的我们 回忆翻成了旧帐 嘲笑忘与本 不再找你责任 得对自己多狠 不敢承认他错人 爱情恼我 不够深厚的坏人 坏的好人 再去翻 晓晓 晓晓 我 在过去的人如何 对自己诚恳 诚恳对美分爱人 陈老 还不够单纯 憑什么我们都很适合 回忆就来否认 是不是想要珍贵只能拒绝每一个合格 时间踏成脸再残忍 也不愿含疼 你究竟是好人坏人 我是否心存 若算了能够代替原谅 不必为我着想 请你先先离开 别让我的坚强 证明我有多任性 幸福尴尬的桥门 我不曾过问 迎来温柔的春 心口却好一张的疼 天在空空间的灯 它渐渐不受冷 留下一束光给抱紧的我们 好霍儿 你干吗 等我 我帮忙 好 同好 我是 你是 不 我 欢迎发芳春 也不愿让那些磨损 更幸福回忆 我常问到底有什么 结束还是过程 看情里没有几个怀愿 感到好远的违尘 回忆都在我的青春 有你来偿还 可我知道心意只剩 无力再求着 胜利四别一尽力一半 只剩下卷分拌 足够追求我们 直到感情总共 到我们不再寄找遗憾 好弹坏的 我会一律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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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空 严小晨 他现在和你在一起吗 没有 吃吧 吃饱了才有立即想事情 你要是没什么胃口的话 我再去煲一个汤 不用了 我吃 我觉得你说得对 这事我不能让沈浩知了 他是无辜的 可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面对我们今后的婚姻 还有我们的家庭 我骗得了沈浩 我骗不了我自己 我也骗不了我妈 我应该怎么去撒这个谎 帮着他们家 去隐瞒试试真相 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 喂 小晨 她没有跟我在一起 好 再见 谢谢 谢谢 你要一直让她这么担心下去吗 你如果一直不接她电话的话 她可能会疯的 就像上次一样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 至少先度过今晚吧 我 你听我的 先把手机开机 给她回个电话 就说你再跟客户吃饭 吃完了就回家 我给她打过去 我给她打过去 喂 沈浩 晓晓 你在哪儿 我现在在外滩跟客户吃饭 刚才手机没电了 我刚冲上 一会儿就回去了 好 我等你 拜拜 快吃吧 吃完了我送你下雨打车 你不吃我都不敢吃的 记住啊 回去以后跟沈浩什么都别说 千万别让她知道 记住啊 回去以后跟沈浩什么都别说 千万别让她知道 你别误会 沈浩 沈浩 不是 沈浩 你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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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跟她一点关系都没 跟她没关系 我爱她呀 你知不知道 我刚才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已经在这儿等你了 我多希望 刚才从那儿出来的人 根本就不是你 就算我跟小辰了点私事 不想告诉你 这能说明什么呀 说明什么 沈浩 沈浩 跟她说点事 沈浩 你自己看 这些照片 能说明什么 这是我妈之前发给我的 这些加在一块 能说明什么你告诉我 我以前告诉我自己 不要什么事情都相信 但是我今天 今天也不看到 承知 你知不知道我跟严小辰 已经结婚了 她是我老婆 我是她的丈夫 这几张照片我可以解释 解释 那你倒是给我解释解释 什么叫做 不能被我发现 什么叫做 回去之后不要告诉我 我知道小辰是你的老婆 但好像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必须要告诉你吧 人都需要隐私的 有些事情 知道了对大家都没好处 诚挚 你不要总是摆出一份 比我更加了解小小的呀 沈浩 你这种样子特别恶心 你知道吗 沈浩 沈浩 安晓浩 我求你 你还手啊 沈浩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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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小辰我们回家吧 你有什么事回家说好不好 我不回去 对不起 这是你家钥匙 我想你不回去 我现在还给你 你那个家 我不会再坏了 我现在啊 你这种人 你把我整理你 我一路的 我今天我要来 你我家转你 你不过 我家转你 我家转你 你把我家转你 我家转你 你不过 我家转你 我家转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喝得太快了 这两天睡眠不好 你少喝点 你看你 一会儿说茶养生 一会儿也不让我喝 我这心里都乱得好 你说那个严小辰 会不会把实际的真相 都告诉身后呢 说句心里话吧 我真的不是对她有成绩 在公司看到她第一眼的时候 我还蛮喜欢这个女孩子的 可是当我看到她的简历 越看我越害怕 我越来越觉得 她就是身后定替名额的那个女孩 我心里难过 可是没有办法 我就怕万一他们两个走到一起 将来有一天发现了这一心 那两个人更痛苦啊 对吧 水侯 儿子 爸 你跟那个严小辰 妈 我不想再听到这个名字 这 这 这是 严小辰 没有告诉她事实 你怎么知道 你看她对咱们那个态度啊 她一点都不记恨我们 那她为什么不告诉身后呢 严小辰可能跟我们的心情一样 不愿意让她受到伤害 想保护她吧 你说说 她 她要真是能把这个秘密 严守一辈子就好了 永远不要告诉咱们儿子 那样 我们就没有反对 他们两个在一起的理由了 是吧 毕竟 是咱们害了严小辰他们家嘛 对吧 我还想喝茶 听话 我还想喝茶 和女朋友吵架了 如果是因为你妈妈 给你发的那几张照片 我们可以做出一些解释 其实 我们误会小辰 那些照片拍摄的时候 角度是有一点问题的 我和你妈妈 也是刚刚才知道的 这不重要 是 这不重要 所以我和你妈妈觉得 这个女孩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如果 如果呀 她能够 原谅我们所做的一切 包括以前 我跟你爸爸 不再反对你们两个在一起 是 我们会 会对她 像自己的 未来的儿媳妇一样 好 对 我们已经结婚了 你 你结婚了 我趁你们不注意 多多拿走 我会不会吧 和她结婚了 那不是挺好的吗 但是我刚才发现 她在乘着人家 而且我来拉她 她 她竟然不跟我一块走 那你有问她为什么吗 没有 是这样啊 既然你们都结婚了 那 就是小两口的呀 小两口有什么事情 你说开了不就行了吗 是啊 妈妈 你们能不能先出去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孩子 妈跟你说 我 我和你妈妈先出去啊 等她自己待会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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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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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晓 爸爸支持你啊 既然决定去上海上大学 就好好学 一定拿出个好成绩的 给爸爸看看 回忆想做和想要 关护着 我还要继续吗 幸福吗 我开心的时候吃个汤 晓晓 我爱你 你好吗 我在 这几句你最想听到哪一个 我在 看什么 我在看 我这一生中 最美的景色 一万首情歌唱着不快乐 而你哼来那么甜呢 你爱到我的 把暖星球 渐渐散热 又渐渐温柔 像在愈恒 你用花瓣传了一串梦给我 让我相信梦不再是相反的 爱情为余情手离着 感觉不到痛了 心中越荒漠 此刻就越发清晨 你用花瓣传了 晓晓 我一定会很努力 不会让你知道 我沈红 值得你做这样的选择 你喜欢的人是我 你想嫁的人是我 任何人都不会让我们分开的 嫁给我吧 我爱你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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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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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是我情绪太激动了 我状态不好 我知道 我昨天一定是误会你了 咱们说说清楚好不好 其实我昨天晚上就过来了 我想见你 可是你电话关机 我想上楼找你可是 可是我怕打扰到你 所以我就只能待在这儿 该说对不起的人不是你 晓晓 什么意思啊 晓晓 你妈的反对是对的 从一开始我俩在一起就是个错误 我俩根本就不合适 晓晓 我知道我妈过去 有很多做得很过分的地方 但是我妈昨天晚上都跟我谈白了 她跟我说了第一次去找你说了些什么 第二次去公司找你又说了些什么 她都跟我说了 她还说 只要你能原谅他们以前所做的一切 她今后 会竭尽所能地对你好 晓晓 我爸妈不再反对我们了 你妈只跟你说的这些啊 说这些难道还不够吗 晓晓 现在只要你跟我说清楚 昨天晚上你为什么在程志远家 待到那么晚 你们到底聊了些什么 干了什么 你只要跟我解释清楚 我都没事了 我们离婚吧 我们离婚吧 你说什么 我们离婚吧 为什么呀 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吧 我到底哪儿做得不好 你跟我说我改还不行吗 理由就是 你昨天晚上没有误会我 从头到尾对不起你的人是我 我也没必要再给你解释什么 请你以后别来找我了 晓晓 放开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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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 你怎么了 怎么回事呢 你没事吧 你是不是睡病了 快送医院了 你省得够身处了 你省得够身处了 你别这么摆啊 不过来 省得够身处 我把她护去医院了 你怎么办 记得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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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先生 先生 让开 谁是颜小辰的家属啊 是我 你是 我是她丈夫 病人没什么问题 就是没注意饮食和休息 导致了滴血糖昏迷 加之病人怀着孕 身体又比较虚弱 什 什么 她 她怀孕了 你不知道吗 你爱人没告诉你啊 没有 那 你确定她怀孕了 你们是怎么搞的呀 都这么长时间了 自己怀孕不知道啊 等她说完夜 你们就可以出院了 尽快到我们妇产科 来做一个产检 谢谢您 我 小小 我们有孩子了 我的天哪 我没有孩子了 男孩还是女孩啊 男孩的话 肯定长得跟我一样 女孩的话 跟你一样 我的天哪 我们居然有孩子了 你醒了晓晓 我怎么在这儿啊 你突然晕倒了 我给你送过来的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晕倒吗 地穴糖呗 你只猜对了一半 还有一半 你猜 你怀孕了 我怀孕了 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吗 不可能 我经常得分泌失调 原来有这样过 不可能怀孕 晓晓 你是不是还在跟我赌气呢 是不是我昨天误会你 还刚才在小区门口 你说那些话是不是在气我 对吧 晓晓 我求求你 别生我气了 我知道错了 我 我知道我一直以来 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 但是 但是我现在是爸爸了 而且 而且我爸妈也接受了我们的婚姻 我想 你现在应该搬到家里来住 这样 怀孕特殊时期嘛 我爸妈也好照顾你 对不对 到家里来住 不可能 你 你是不是 又累了 那你再睡会儿 说完夜了我再叫你 我就在这儿啊 我就在这儿啊 在家休息吗 身体如何 我 为了你自己的婚姻 我建议你 不要把那件事告诉沈后 叶晓晨 我 还真想紧 我 做到这些心事 就说了 我做了吗 你 就是做了吗 如果你做了吗 我们离婚吧 这孩子跟你没关系 现在没有 将来也不会有 杨晨 你终于承认了 你怎么说 是我太蠢了 我一直幻想着 你跟程晨真的什么都没有 我还祈求你的原谅 我就是个笑话 你也要真 有什么事 你们那边 我最想要这样 你还要这样 你这样子 我明天就在发生了 算不 받고 我这么做 我都没想到 我这么做 肝宅了 我今天不拿去 我真是帅人 我不看你 我真是值个爱 不是xter的 我就是把你 你也行 我真是想说 你不剩你 我明天去离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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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辰 你还好吗 我现在 在你家小学门口 你把多门号发给我 你走吧 不要再关我的事了 我自己解决 叶小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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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把针头给拔了 应该都出血了 叶小辰 喂 喂 老李 去随机里边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怀孕了 可是我告诉沈厚书 这孩子不是他的 为什么这么说 我如果不这么说 他是不会死心的 我怎么就跟他 称为了一家人 我不敢想象 如果沈厚他知道这件事 以后他会怎么做 他也会难受死的 所以我预期 所以预期让所有人都痛苦 我还不如自己先结束这段感情 还要跟你说个对不起 他误会我俩的关系了 但是我不能跟他去解释 既然我说要帮忙 不管什么忙我都会帮到底 好 别哭了 你明天能陪我去当明镇剧吗 小陈城 小陈你真的不会后悔吗 毕竟沈厚是孩子的父亲 你要真的离婚了 孩子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是知道我现在只有这一种选择 没事 好 叶小陈 让新欢陪着和旧爱离婚 你可真行 上车吧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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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去 程总 您回来了 程总好 程总好 好久不见了 程总 穿得终于有上班的样子了 继续忙吧 明天 好久不见啊 各位 程总好 好久不见 焦总在哪儿 在 你发没发现 程总这次回来 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又帅了 整日花人一新 有点重新出发的意思啊 出发 去哪儿 去美国找CD啊 那乔总该不乐意了吧 乔总这么不乐意的 你去 怎么 咋了 咋了 乔总好 咋了 咋咋好 咋咋好 乔总好 你怎么不早来啊 回来了 义工 就这么早了 这么多年我也没有放过假 怎么 需不需要我给你打个假条啊 有有有有 不敢 不敢啊 这公司是您的 您想歇多久 歇多久 要是有一天公司缓了 跟我可没关系 躲在辈子里哭的人 要不是我 应该是你 行 看你状态不错吧 我也能放心吧 我想好了 我想好了 等我度完假回来啊 就换你了 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 去美国找CD了 你开什么玩笑 我找他 应该他回来找我 行 还是忘不了吧 我留个纪念不行吗 行了 我是真弄不明白啊 你说这严小辰的母亲 已经原谅你了 对吧 那女孩有什么不敢面对的 我说你在讨论别人 情感问题的时候 能不能不要这么轻松啊 你先想想你自己行不行 刚才Cindy啊 给我发了一个视频 给我 你给我 近日 一段飞机险些失事的视频 在网上广为流传 其中引发网友 热议最多的是 当中的一对年轻人 这不杨小辰跟沈黄吗 他们原本并不坐在一起 却在以为生命 即将走向最后关头之时 勇敢地跨过人群 紧紧相拥 想不到一场虚惊 竟促成一段良缘 如果你也有着 默默心仪的另一半 是否也应该像他们一样 勇敢地鼓起自己的勇气呢 如果你不知道 该怎么表白的话 那就把这段视频 发给他吧 如果不敢表白 Cindy为什么发给你啊 你可别多想啊 他就是以 跟我跟小辰 共同好友的身份 来告诉我 不要像他以前一样 在一个没有结果的感情里面挣扎 导致我对谁都不好 你应该问的问题是 Cindy为什么没有把这个视频 发给你了 他愿意发不发 我说你这椅子真的不适应 她们原本并不坐在一起 却在以为生命 即将走向最后关头之时 勇敢地跨过人群 紧紧相拥 想不到一场虚惊 竟促成一段良缘 如果你也有着 默默心仪的另一半 是否也应该像他们一样 勇敢地鼓起自己的勇气呢 如果你不知道 该怎么表白的话 那就把这段视频 发给他吧 怎么办 不许你 应该拿我的酒 呼不许你 你先请我 不许你 秋 if you've got your help 你再拿我的酒 你再拿我的酒 你先请我 你再拿我的酒 你还拿我的酒 你怎么还这么沉啊 你怎么还这么沉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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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你喝了多少 你刚才说 你干吗来的 我来拿酒啊 酒 什么酒 你不会把我的酒喝了吧 我就知道你没这么大胆子 现在喝 好 打开 妈 等会儿 等会儿 想喝可以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你这次回来 你这次回来 是舍不得我呢 还是舍不得这瓶酒呢 其实 我是舍不得 我是舍不得 酒 你决定啊 决定 嗯 你热 热吗 我好冷啊 我接下来说的话很重要 你听好了 三年前 你说你不想看到我 我做到了 我做到了 但今天是你自己回来的 回来了 就不能走了 不能再离开我了 明白吗 来 来 你们俩怎么突然在一起了呀 打住啊 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 对 一起住的普通朋友 你不喜欢啊 不喜欢 我可以搬出去啊 没问题啊 我又不拦着你 幸好我有房有车 房的就是你们男人玩这首 不至于吧 不至于 他就是愿意给自己加喜 老婆 你跟我回美国吧 别闹 那我就自己回去了 别闹了 看着呢 听话 小陈 我 还是想替程志远说句话 其实她 人家俩有感情的事 你插什么手啊 是你看你这话说的 就好像你没插手似的 那视频不是你发的 小陈是我姐妹 我插手当然是为了小陈好了 不是 那程志远还是我哥们呢 那我也是为了她好 咱俩都 好了好了好了 对好了 好 别因为我的事在这儿争 我自己的事嘛 我还是自己做决定喽 好 等下看你们幸福我就很开心 我爱你 我爱你 南方 谢谢 你知道要去哪儿啊 有必要告诉你吗 行 不说也行 咱就喝一杯 这一年多以来 谢谢你对方一个照顾 你之前说话 好像没今天这么好听 以前我们是对手 现在我已经出去了 什么意思啊 你跟小陈 其实 在那天晚上 我看见你们两个那个拥抱 我就应该明白了 原来那天晚上你也在啊 我说事好啊 其实我挺不愿意告诉你的 但那只是一个友情的拥抱 现在我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倒是你们在飞机上那个拥抱 才让我释然了 今天是我的好朋友 为了我们生日 我在这儿要为他唱一首歌 也要把这首歌送给在座的我的两位故人 我打开 也要把这首歌 我就会有的 你是不是很不愿意 我看见我 我看见你 你现在没有什么想念 我看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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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 关护着 我还要继续吗 幸福吗 一百首情歌唱着不过了 而你还那么甜啊 你来到我的暖暖星球 渐渐散热 又渐渐温热 像在鱼航 你用花瓣传了一串梦给我 让我相信梦不再是相反的 爱情万语亲手离着 感觉不到痛了 心中越荒漠 此刻就越发清晨 一百首情歌唱着不快乐 你来到我的暖暖星球 渐渐散热 又渐渐温热 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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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 你用荆棘穿起了你和我 让每个拥抱残忍都放不得 那些自尊还得清唱 已经算入圆了 自别经历了 不能再失去你了 找自由找洒脱 唱一个故事结果 分开就够了 可我们从开始就尽身为彼此 逃生了间所 命运用荆棘穿起了你和我 让每个拥抱残忍都放不得 那些自尊还得清唱 已经算入圆了 自别经历了 不能再失去你了 会过去的 我还得難得 别不见得 你生日子 不愿拥抱 不愿拥抱 呀 不愿拥抱 你啊 不愿拥抱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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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不愿拥抱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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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车手 今天我就正式交给你了 该保养 保养 该加油 加油 该修理的你就给我修理 但有一样 都不许有备胎 一直开着呢 直到这个车 不能开了 成为老爷车了 只能收藏了的时候 希望你们俩彼此的珍藏好内方 择怪天气预报 没有预言某一天 爸 你放心 你说得我懂 吃点亏吃 不许可 不许可 小小太阳 小小云雪 愿望无依从回忆 不断在家里的温暖 不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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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的抑郁的夜 好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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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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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婚归后 在半明半暗 半冷半暖的漫漫时光中 没有百分百的幸福 也没有百分百的苦痛 总是既有快乐 也有忧伤 既有欢笑 也有眼泪 不计前因 不论后果 遇见你 就已经是生命中 最美好的事 最美好的事